-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原神频道 我是爱原神 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原神角色胡桃 为你全方位解析他的技能和玩法 让你在游戏中更加游刃有余 不容错过的攻略来啦 关于胡桃作为主C的大型全方位养成攻略 区别于其他火系输出 胡桃自身存在优势于劣势 通过合理搭配可弥补不足 如果会跳舞的姐姐才是你的天菜默认文本 那样子 先简要介绍胡桃在实际战斗中的优势与劣势 1. 胡桃是火系输出 火系仍然版本里是人权元素 因为依靠元素反应打出伤害 火系的覆盖力比较高 水加火可打蒸发效果 冰加火可打融化效果 雷加火可打超载效果 风元素扩散 还可以进一步加大火的伤害范围 火燃烧草还可以为贵物持续附加伤害 2. 胡桃释放小技能需消耗生命值 且冷却时间较长 因此 胡桃在实际战斗中容易快速失血而暴毙 且释放完小技能后有一段时间的真空期 天赋中 生命地域一半 会增加火元素伤害 适合残血打爆吧 3. 胡桃的大招可回复血量 被动增加全队暴击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在大部分队伍中的适用性 4. 胡桃重机倍率高 可以穿透怪物 再配合闪避 跳跃技能能保证残血状态下的灵活走位 因此 残血胡桃是需要护盾和走位把控生存能力的 自己材料的获取建议 胡桃升级技能以及等级突破都需要片片花蜜 保证有剩余体力打地麦之花即可 胡桃突破材料需要泥上花 建议升星前每两天少当一次旺苏刻在门口 离岳港玉金台 胡桃突破材料需要位属之域 因为古炎龙溪会造成不同元素伤害 不容易躲避 拥有护盾技能的辅助打怪占优 胡桃的升级技能材料勤劳 建议周二与周五打 周六体力建议留给周长副本 阵容搭配以及替补需求 根据胡桃的劣势以及残血爆发的特性 应配合最强大的顿斧中离 其次胡桃火元素附着 与行秋水元素附着时间相近 但行秋挂水效率高 所以胡桃打出蒸发反应伤害次数最多 不会根据破盾及需求进行调整 如果想进一步提高伤害 可以不为砂糖进行减抗 需弥补真空气输出法力 可以不为消弓组成双火阵容 也可以带上阿贝多组成双岩阵容 增加队伍整体伤害 面对水属性深渊法师 雷属性与人众 建议不为重元进行破盾 冰冻反应控制对方 形成良好的输出环境 此套阵容是联合双兵共鸣以及被动 使剩遗物的暴击需求降到最低 同时可以打出融化的高额反应伤害 频率没有队伍宜高 迪奥娜护盾可增加胡桃生存能力 凯亚脱手挂兵 兵系角色也可选择甘雨打双C阵容 但输出手法较难 不会根据破盾及需求进行调整 如果缺乏巨怪 可以不为万金油辅助温迪 面对火属性深渊法师 火属性与人众以及爆炎术 建议不为莫娜或行秋 进行破盾的同时 水与兵先行反应冻结 创造更良好的输出环境 面对水属性与人众 建议不会飞泻而 以小技能奥之快速破盾 三 武器选择推荐 护魔之杖 最弃吐桃的武器 降临灭层火元素或水元素影响下 都会提高伤害 黑炎刺香配合被动和双兵阵容 可大幅度提高伤害 四 前期以及中后期的圣役物选择建议 若胡桃作为主C 一 前期推荐武人试剑套 下图景供参考 提高普通攻击与重击伤害 空之杯建议选择火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生命值加成 胡桃小技能伤害加成与生命值相关 以之冠建议选择暴击 双兵之龙可以选择暴击伤害 随机副石条建议堆生命值 暴击 暴击伤害 二 中后期最推荐魔女套 下图景供参考 四件套效果 超载 燃烧反应造成的伤害提升40% 蒸发 融化反应的加成细数提高15% 释放元素战技后的10秒内 二件套的效果提高50% 该效果最多叠加3次 空之杯建议选择火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生命值加成 以之冠建议选择暴击 双兵阵容可以选择暴击伤害 随机副石条建议一堆生命值 暴击 暴击伤害 三 中后期也可以使用流星套 下图景供参考 配合钟离或迪奥纳 发挥胡桃重击最大伤害 四件套效果 除以呼盾必要下时 额外获得40%普攻和重击伤害加成 空之杯建议选择火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生命值加成 以之冠建议选择暴击 双兵阵容可以选择暴击伤害 随机副石条建议一堆生命值 暴击 暴击伤害 双C阵容中 胡桃搭配公子 消攻 也可以使用2加2加1套装模式 四 模拟两件套加角斗士两件套加随配一件 如下图 角斗士两件套效果 攻击力18%加成 魔女两件套效果 增加15%火元素伤害 空之杯建议选择火元素伤害加成 石之沙建议选择生命值加成 以之冠建议选择暴击 双兵阵容可以选择暴击伤害 随机附词条建议一堆生命值 暴击 暴击伤害 通过深入了解胡桃的技能和玩法 你将能够更好地掌握这位组C的强大潜力 无论是单条强敌还是组队冒险 胡桃都能为你的队伍带来无穷的战斗乐趣 最后 祝大家抽卡五星年年看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对胡桃或其他原神角色 有更多好奇和需求 别忘了点赞 评论和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